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第一次做這個頻道 主要是將自己熟悉的東西 例如玩遊票 玩錢幣 跟大家講一下自己的心得 還有順便介紹一下如何入門 如何開始去玩遊票 以前小時候很多時候 都接觸過集遊這個愛好的 但是呢 很少人繼續玩下去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大家玩一下玩一下 越玩就越不知玩什麼 怎樣儲存一下就儲存到沒有方向 我們其實說玩收藏 即是收藏這個愛好 其實最主要就是玩 分類 玩分類有很多種分法 由大分到落細 一個個分 例如我們喜歡集遊 集遊呢 你就玩 例如你是中國人 你喜歡玩中國遊票 玩中國遊票 中國遊票 有很多種的 由清朝 一百六幾年開始出遊票 到現在都說一百五六十年 一百八幾年裏面 就出了無數隻 那你要去玩呢 你都要有個方向的 因為今次呢 我現在就試一下 拍一下 這個視頻 跟大家講解一下 那我又選了一些 比較簡單一點 還有 即是 本身呢 就沒有想著 太過去系統性去介紹的 只不過現在就試驗性質 遲些有時間呢 就才拍一些 比較系統性的 去介紹 那現在就講一些 最簡單的分類開始了 我們在講中國遊票 最開始的時候呢 很多人都會選擇 現在的 新中國 所發行的遊票 新中國只是1949年之後 即是各共內戰打贏了之後 他建立開始 新中國成立1949年之後 開始所發行的遊票 那很有趣的 當年 發行遊票 即是遊票 是一個很大的世界性的愛好來的 一個嗜好 那這個嗜好呢 是可以賺錢的 不是幫人賺錢 甚至是幫個國家賺錢 那國家 賺什麼呢 賺外匯 那當時中國 成立的時候 新中國成立的時候 其實就跟很多外國 就斷了 邦交的 那就很需要 但是同時你需要入口很多 即進口很多外國東西 有美金啊 又需要這些東西 那他就靠其中一樣東西呢 就是靠出口郵票去賺取外匯的 那中國郵票有一個獨一無二的特色 即是我指新中國 即是49年之後 發行的郵票呢 為了賺外匯呢 他有一個很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特色 他就很清楚 在郵票上面呢 就記錄了 這隻郵票的性質的 這個全世界都沒有的 只有中國郵票才有這個特質 那我來這裡稍微講解一下 我做了一張這樣的紙 稍微講解一下 那他就分了很多階段來發行的 那1949年到1966年呢 他發行的郵票呢 就叫做幾特系列 幾是什麼呢 幾就是紀念啦 特就是特種 那1949至66年的幾特系列呢 我們就叫做CS 那就對應英文 commemorative 就是紀念 特別啦 特別啦 特種 又票 那 為什麼要分紀念和特種呢 那很簡單的 紀念呢 就是紀念一件事啊 紀念一件事發生啊 紀念一個人多少歲啊 那有時間性的 特種呢 就沒有時間性的 比如 黃山啊 金魚啊 牡丹啊 菊花啊 這樣的題材 就是中國的特色東西 或者帶好河山 就是叫做特種東西 那叫做特種油票 那幾特油票呢 我現在就 手頭上正好有大量的實物 那 正好在這裡跟大家呢 就做一個 用實物來介紹啦 有沒有反光呢 OK 大家可以這樣看 每一隻油票 的左下角這個位 你就會見到 見不見啊 就見到 紀 代表這隻紀念油票 紀一 它是第一套的新中國紀念油票 紀念什麼呢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第一屆會議紀念 是一個有時間性的東西 那叫做紀 第一套的紀念油票 叫做紀一 那你見不見到 這裡有個 4-1啊 什麼意思啊 4呢 就說這套油票有4值一套 -1呢 就是說它是第一隻 這是最基本的 那是很方便的 非常之方便的 對於收藏油票來說 你一看你就知道 這裡是第一套紀念票 它是第一隻 那你要儲齊 就要儲四隻咯 四隻一套的嘛 那這個就是紀了 那譬如這一套呢 就是新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一周年紀念 希望沒有反光啊 紀四 4-1 紀念第四套紀念油票的 四隻一套的第一隻 那 第二隻 第三隻 第四隻 那很可愛的 這一套呢 大家在這裡看 就會見到 東北貼用 這幾個字 它有一套是一模一樣的 那就沒有東北貼用 還有它的幣值呢 就不同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 就是解放的初期 1949年到50年代初呢 其實當時的中國 全中國的幣制 還沒有統一的 東北有它的東北幣 那幣值就和人民幣就不同的 但是全國 就是名義上就統一了 但是它發行的油票呢 在東北呢 就不能夠 拿來 中原地區去使用的 那只能夠在東北使用 那就會特地 當時就特地出了一套 就是 有東北貼用的 那樣的紀念油票 那另外一套呢 就一模一樣 同案 沒有東北貼用 幣值都不同的 用人民幣來做單位的 人民幣油票 那 很有趣的 那你看 既下又一萬元 喂 1949年 50年 一萬元 怎麼這麼有錢呢 原來 人民幣呢 剛剛在國共內戰 經過金元券和鄧元券的 通貨膨脹之後呢 人民幣是非常之高的 但是它的購買力是很低的 那直到1955年 56 55年左右 才作為一個幣制統一呢 將一萬元人民幣 就兌換一萬元的新人民幣 於是呢 你們就看到 當時的一萬元呢 其實就是 可能還少 如果這個一萬元是人民幣的話呢 其實只是一元而已 但是如果是東北幣呢 這個面額就更低了 可能是幾毫子幾個仙而已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大家會看到 那些郵票 就是新中國郵票的幾特票呢 是1955年左右的時間呢 它的人民幣的免值是這麼高的 原來就是 一萬元只是兌一元 剛好我們這次就有 有一隻很出名的 的 沒有發行的郵票 就是我們叫做珍貴郵票 很少的 跟它一模一樣的圖案的東西呢 大家都有的 顏色不同的 那這一隻呢 就很出名的 就是在中國郵票裡面很出名 叫做偉大蘇聯 那這套東西就是當時發行了 可能在湖南省地區呢 發行了幾天就收到電報 說要撤銷了 因為它的標題是錯了的 而當時很敏感的 對於這些標題 就是比較政治化的 那這些標題呢 為什麼叫錯呢 它這套郵票呢 當時就是推翻了沙俄政權 就1917年十月革命 推翻了皇室政權 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 蘇聯 那呢 就紀念這個革命 十月革命 三十五周年 那但是呢 十月革命成功之前 它還是叫俄羅斯的 那你就沒有理由去紀念蘇聯的十月革命 那你只能夠紀念俄羅斯十月革命 那這套郵票就用了 偉大的蘇聯十月革命 三十五周年紀念 整個標題就錯了 那於是就全套票呢 取消了發行 就收回去銷毀 然後就 重新發行一套 一模一樣的圖案 但顏色不同的 就叫做 偉大的十月革命 就沒有了蘇聯兩個字 那這個 流到出來的錯體 就是最出名的 我們叫做偉大蘇聯的一套 未發行票 或者叫做撤銷發行郵票 那全世界就很少的 那同樣圖案 如果是普通的 可能幾元 十元八元 但這隻沒有發行呢 那四隻一套 那這裏就不是一套 不過它有兩隻 那其中一隻 這隻都是比較 四隻裏面比較常見一點 那這樣大概都要四五萬元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特色 那剛巧手上有這些貨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了 那紀念票看了 那我們看看 那些特種郵票 那特種郵票呢 那最出名的其中一套就是 金魚 那這個看不看到 金魚 特三十八 第三十八套特種郵票 那十二隻一套 很出名很漂亮的 那很多雜角郵有經驗 就是有 有雜角郵的人都知道這套 那很出名 那四隻一齊呢 連著呢 我們叫四方連 那四方連 那四方連 就相對來說 就相對等於 比單套少啦 那一般來說 就會比四套 單套貴的 那一個四方連 那大概 如果我們 呃 統計 都等於 呃 六到八套的 單套的價錢 那這套很出名的 就是特種票了 特種郵票裏面的一隻 比較出名的 金魚 好了 那紀念票也有些 出名一點 那這隻大家都聽過了 沒聽過就有得看 這隻就是梅蘭芳了 梅蘭芳是一個很出名的 經劇大師來的 那以貴妃醉酒聞名 那他就 玩郵票的人 玩新中國郵票的人 基本上都實識的 那這套票 八隻一套的 那這麼巧就有 那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圖案 講這些 最重要是有實物 啊 只吹 沒有忍 那這隻就是 呃 梅蘭芳的小圓章 那梅蘭芳小圓章呢 就1962年發行啊 那他就是 對應這套梅蘭芳遊票 發行的一個小圓章 那小圓章的概念呢 那 一般玩遊票都認識的了 那不認識的 我遲些會再開個 開個新的的的的的的 視頻 和大家會詳細 講返些最基本的東西 那這隻小圓章呢 可以大家去欣賞一下 這隻東西啊 因為當年1962年呢 3元真的很多啊 整個月的工資 那不是那麼多人有 那發行呢 只能夠當時 大概只有2萬張 而我們的經驗呢 這隻東西其實 當時大部分都出了口去 日本啊 歐美啊 那反而國內流回就很少 那到了 改革開放之後呢 中國人開始有錢呢 就慢慢在外國買回來 那這隻東西最高峰的時間 在一九 二零 一三年左右呢 曾經最高峰 去到三十萬一張的 那現在就 經濟又開始下跌了 那本身雜油又少了人 那慢慢跌下跌下跌下 那現在都大概 跟它的品相不同啊 你大概如果 一般常見的品相 有六七萬元左右呢 那都跌了三分之二的 好了 那我們就看了 那些 幾特票了 紀念特種 那一九六六年 到七零年呢 雖然它還是靠 郵票出口來賺外匯 但是當時文革時期呢 其實文革是一九六六到七六的 但是呢 它說郵票的發行 文革郵票的發行時期 我們單獨指文革票 就是一九六六年至七六年所發行的 二十套 二十一套 的文革郵票 那它又跟幾特郵票又不同的 那文革郵票呢 它的左下角 是不再有 編號 說它是什麼品種啊 什麼類型 不再有的了 那你就要憑記憶去記住這二十套 二十一套郵票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因為文革呢 那些人就是 看中國就不允許集郵的 因為集郵是一種 小階級 小資產階級的換議 那就是 就是和無產階級的理念 有所違背 所以文革時期是禁止各人集郵 雖然它依然是出口郵票去賺取外匯 那麼 幾特票出到文革的末期呢 其實那幾套 最後那幾套幾特票 去到1966年那幾套幾特票呢 其實已經很有文革特色的了 你看到 有毛澤東頭 你看 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舊的鬥爭 一定會取得偉大勝利 那這套票呢 不是政治宣傳的 這套票是幾一二一呢 是第一屆亞洲新興力量運動會 比較國際性一點的運動會賽事 但是當時的政治氣氛很濃厚的了 政治掛稅 但是你看到左下角 依然還是有編號 方便人集郵的 這個已經是到文革最火紅火綠的時間 要導致郵票都不讓你國人收藏的時候 的最後一個階段 可能最後一兩個月出的 很多特色的 本身你看 魯迅 都是紅紅綠綠 非常之有文革特色的 你看這些 那這幾套就是很出名的 幾套票最後期 在文革票發行前的最後幾套幾套 都充滿文革色彩 好了 對真正的文化大革命 出了二十一套文革郵票 那這套就是第一套 一套都無主席的了 基本上大部分 一套 那你就見到十一套 一套 全部都是毛主席語錄 那有一套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 和紅衛兵打招呼的 這張很經典的照片 那這套就是文一了 我們常見的 經常聽到的文一 那今天就不會跟大家說 那些郵票有多少值錢 或者怎樣 因為今天主要都是介紹一下 這些基本的入門的東西 那有機會呢 我想遲些熟練一點 現在都是第一次拍 那會跟大家慢慢說 那這套就是文革票裡面 正式發行的文革票裡面 最貴的一套 那就是第十套 文革票 又是毛主席 最高指示 每一套都沒有主席 所以文革郵票呢 雖然他左下角沒有了那個標 就是那個編號 讓你容易識別 但是他的風格是很特殊的 就是紅紅綠綠 那大家都很容易認的 就是文革郵票 到了文革的後期 就是林彪 半變死了 那開始文革的 政治那種熱情 就沒有那麼高漲了 就是大家都瘋了幾年了嘛 從1966年瘋到1970年了 瘋了整五年了 於是當時發行的郵票呢 開始有一點點 就是沒有那麼火紅火綠 比較的色調 比較淡一點的色彩 但是都是充滿文革氣息的 那麼1970年到1974年呢 發行的郵票呢 就叫編號郵票 那麼他又多了 一些便於你去識別集郵的東西 為什麼叫編號郵票呢 我們拿第一套編號郵票給大家看看 這套呢 就是第一套編號郵票 就叫做智取威虎山 這個是當時僅餘的幾套革命樣板戲 的其中一套 沒有其他娛樂的了 你只可以看這些革命樣板戲而已 自取威虎山你看到 最 左下角呢 就沒有什麼幾套那些字的 但是就有 嘩 對不到招 有個編號在這裡 一 一二三 四五 那麼呢 你就知道他這套呢 就是 編號郵票裡面的第一套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套了 那麼另外其他呢 比如這套 延安的文藝講話啦 就是文藝只能夠服從於政治 為人民服務 為工農兵服務 那麼延安文藝講話 都是很出名的 的一個政治事件來的 那麼 左下角呢 就有編號了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那麼這些我們就叫做編號票了 這些其實就是 文革後期的過度性的發行的郵票 開始 有些便利於人收藏 整理的一些東西 就是那個編號 所以我們叫這一段時間 一九七零到七四年這段時間 所發行的郵票呢 就叫編號郵票 那麼很多人 集郵的開始都是從這裡開始的 從這一套票 就是這一組系列開始的 就叫JT JT郵票呢 就由一九七四年到九一年之間發行的 他跟景伊特郵票其實就一物相成 都是在左下角 左下角 有個編號 那麼 這套呢 就是第一套 T字郵票 那麼 說回了 JT呢 為什麼又變成了不是吉特呢 他就簡化了 拼音化了 吉 即是JNAN 普通話就叫JNAN 就是J字頭的 特 就是特種 特種有條 那就是T字頭的 那麼就用這個簡化了 就叫JT 那麼就一樣道理的 那麼 那幾一 J一 那都是一樣道理 只不過發行時間不同 那麼這個系列就在九七四到九一年發行的 那麼這個 T1 六隻一套 那麼一樣的 它就寫T1 6-3 就是六隻一套 這是第三隻 那麼每一隻都有一個對應編號的 那麼很容易收藏 那麼JT票呢 更多了一個特色 就在右下角呢 就有它發行的年份 啊 那麼這個年份呢 嗯 它有時候又不一定準的 很有趣的 1972年 可能那套東西是1974年才發行的 但是它這裡呢 那個就寫了1973的 可能它就是計劃的時候就1973年發行 但是或者印好的時候呢 就1973年這樣說 那麼印好的時候可能已經是1974年了 所以使用的時候呢 它發行首逸是1974年的 所以這個只能夠做參考 方便 但是又不是一個絕對的東西來的 那麼就講到JT票最出名 大家都應該有機會 就算不集郵都聽過 集郵就一定聽過的猴子了 就是T46 第46到T字郵票 即是特種郵票 猴子 那麼這隻票是很傳奇的 啊 發行的 免值啊 大家看到了 百分前 那麼 但是 最高峰的時候呢 這隻東西是升到去萬五元 萬六元 即是說的是升了二十萬倍 那麼 那麼 有幾個特色的 第一就是 第一隻中國 第一隻發行的新肖郵票 那麼你中國 就是中國人說 就很有 很有意義啊 每個人都對應一個新肖 那麼 送禮啊 收藏啊 自己喜歡啊 那麼都是喜歡啦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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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隻雞呢 那麼發行量 其實不算少的 發行了五百萬隻 那麼 但是你對應第二隻 那麼 幾千萬到幾億的時候 你要配套呢 你永遠就少這隻 所以 其中一個理由 為什麼這麼貴呢 就是 那個需求很大 就是全中國了 十幾億人的嘛 那麼 那麼 就算少人集郵 那麼都 相對來說 都很多人需要的 那麼 特別少 那麼這隻最出名的了 T字表最出名 那麼 現在講講講講講講 都講了十幾分鐘 那麼 現在講最後了 那麼 1992年到現在所發行的郵票呢 就叫做 偏連郵票 偏連郵票呢 偏連郵票呢 和JT的性質都很像 不過呢 就以 時間 為他 最主要的一個 標誌 不是以他的 J J1 J2 你不會玩郵票的人 聽到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那麼偏連就相對容易 變形了 偏連郵票和JT 郵票的不同之處呢 就是他左下角 不是用JT的了 他就是用年份 好像這隻 2000-1 龍年 新潮 那就是 2000年 2000年的 第一套 發行的郵票 那麼後面 他那個第一套 有多少隻 的字呢 就變了在右下角 右下角這裡 2-1 就是這隻郵票呢 就兩隻一套 這隻是第一隻 後面就有個T 就是它的性質 它是一個特種郵票來的 就是T 就代表它是特種郵票 那現在就以這個年份 那你一看就知道 這隻人是 200年年第一套郵票 那一年如果發行三十套郵票呢 它就是寫 2000-1-30 那就是這麼簡單的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說 收集中國郵票入門 最簡單最簡單 說一說你就懂的東西 就是 新中國郵票 那我們 你見過 玩一下玩一下 有時候用把鉗 因為那些郵票呢 那個品相很重要的 condition 那你不要用手摸 紙張啊 後面有一層膠水 那你摸一摸 擺內了 有水氣呢 就會黃黃 就影響它的價值 那這個 鉗呢 就是基本的一個 集郵工具 那另外呢 我們通常都會有一個 郵票目錄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目錄 1949到2015 那它這裡有詳細的 講解 詳細每一套發行 從1949年的所有 每一隻 郵票發行 還有它的參考價 新出來的 新票的價錢 還有寄過信的 吸了印的價錢 那這些都是牽涉很大的 那我遲些都會另外說 那今天講的東西是這麼多 所以大家